众所周知小星是全能的天才儿童 每次遇到玫瑰般的大师 他总能绝地翻盘 这一集和玫瑰般的耳边吹气橄榄球比赛 小星用屁屁再一次玩虐玫瑰般的大师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小星究竟如何取胜的吧 这天小星在公园空地完成自己的节奏 可不料玫瑰般的猎豹过来插了一脚 宣誓这是属于他们的球场 不让小星几人在这里玩耍 玩什么球的球场 这是一位大师出来解释 耳边吹气橄榄球就是通过在耳边吹气 从而让对方把球放下来 是一种很奇葩的运动 小星一听便拿封肩做起示范 接着玫瑰般继续吹嘘 眼前这位是五岁以下 日本代表队的耳朵吹气大师 猎豹接着向他们发出挑战 赢了就可以获得这快递的使用权 可小星几人从来没玩过这个游戏 大师简单解释就是看谁的吹气比较厉害 小星二话不说便答应了下来 那么比赛开始 小星将球传给正南 正南飞奔往前冲 很快就拿到了第一分 可结果却犯规了 因为不可以把球传给前面的人 这是感染球的基本啊 球只能往后传 你们连这个都不知道啊 风间一下就领悟了规则 于是拿到球就飞奔向前跑 不料下一秒就被大师轻易拦住 大师朝耳朵吹了一口气 风间立马瘫软倒地 接着大师赶忙拿球往前冲 一个漂亮的闪躲 很快就拿到第一分 接下来轮到小星他们继续发起挑战 可风间一遇大师就吓得球又脱手 猎豹捡起球奋力冲刺 片刻间比分来到2比0 很快来到第四局 风间为了不被吹气 于是决定这次率先拿球 比赛一开始 就马上将球传给阿呆 风间暗暗自欺只要跑在前面 就不会有人把球传给他 可没想到 小星这小子很快就追了上来 并将球传给他 就这样风间再一次贪婪倒地 我讨厌这种橄榄球 这一次玫瑰般的大师 要好好展现自己的实力 甚至还将球拱手相让给阿呆 然而再亲自过去抢了回来 真是让他给装到了 接着还把球给了小星 当他准备故技重施之时 可不料 小星依靠自己的屁屁 在大师面前轻松得到一分 接下来不服气的大师 发誓一定要对他们每个人都吹气 率先就将球抛给风间 风间很快就被拦住 不过这一次风间为了不被吹气 利用各种闪躲试图逃过一劫 可最终还是被暗倒在地 可不料小星直接飞奔过去 朝着风间吹了一口气 这让大师震惊不已 于是便过去向小星发起一对一对决 看谁对风间耳边吹气比较多次 可怜的风间又躺枪了 小星依靠 你在做什么 小星依靠 不要再胡闹了